随着俄乌战争向纵深发展,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关系。 之前我们看到,乌克兰想借助顿涅斯克,有大量化工厂的事实来阻碍俄军。 我们也都知道乌军已经纳粹化,他们常用平民做肉顿,会不计手段的应用化学物质,去千方百计的阻碍俄军推进。 而泽连斯基背后的大老板,也都指望乌克兰能顶住,因为战场上的形势,是决定着究竟是西方在消耗俄罗斯,还是俄罗斯在消耗西方。 而乌克兰越能顶住,则俄罗斯就越难受,就是西方在消耗俄罗斯,反之就是俄罗斯在消耗西方。 顿涅斯克有大量的化工厂,这些工厂存放的大量化学原料,确实是让俄罗斯头痛的事情。 所以大家也一度认为,这个是比亚苏钢铁厂还要麻烦的一件事情,会让俄罗斯不好推进。 可是俄罗斯国防部25日表示,俄军继续使用高精度武器摧毁多地乌军设施。 同时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支持下,卢干斯克武装已经完全控制北敦涅茨克市。 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,当天也对媒体表示,守住北敦涅茨克防线已不再可能。 乌军正在与北敦涅茨克格和相望的利希长斯克重新集结,利希长斯克地势相对更高。 可对俄军形成战术优势,乌军将继续战斗。 这也让我们认识到乌克兰真的已经烂了,当他最硬的骨头亚素钢铁厂守军被俄罗斯啃下后,乌军的意志就动摇了。 在战场上,归根结底,其作用的还是人。 因此我们看到,乌克兰虽然千方百地地利用化工厂去阻碍俄军推进,但结果还是被俄罗斯给拿下了。 这种发展态势发展下去,对西方是极其不利的,因为俄罗斯已经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乌冬地区。 现在只要他拿下奥德萨,就可以让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告一段落。 因为这样,则乌克兰就变成内陆国家了,同时乌克兰的工业、农业、矿产资源的大头,就都被俄罗斯拿到了手中的。 俄罗斯今后就能从容地去用导弹打乌西地区,欧洲将继续维持现在的这种高通胀状态。 而俄罗斯拥有非常状态下的刚需,因此他只要把这种非常状态维持下去,则常态下的既得利益者西方就难受极了。 因为这就动摇了美元和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,实际上美元和欧元有现在的这种国际货币地位。 那也是因为这世界长期处于稳定状态,一旦这种稳定状态不再了,美元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将一落千丈, 根本就无法和与俄能源深度挂钩的陆布相提并论。 因为有着这种逻辑关系,因此我们就看到,美国现在被迫把立陶宛推出来,当先锋来消耗俄罗斯,因此立陶宛现在胆达到,敢封锁俄罗斯的飞地。 他说俄罗斯是不可能拿一个欧盟和北约国家开刀的,确实表面作战是兵家大计,西方也是拿捏到俄罗斯这一点。 所以敢于让立陶宛封锁俄罗斯的飞地,一旦俄罗斯被迫陷进去,则局面就会从现在的俄罗斯消耗西方,变化为西方消耗俄罗斯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在排兵布阵,还有发报了严厉的讲话,因此我们得到如下这些消息。 其一,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,俄罗斯将向白俄罗斯提供具有核弹发射能力的短程导弹系统,伊斯坎德尔,据系该系统的射程达500公里,可发射弹导弹以及巡航导弹。 白俄罗斯是和立陶宛接壤的。 其二,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州举行了军事演习,大约1000名俄罗斯士兵参加,包括导弹和炮兵部队,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有伊斯坎德尔导弹。 其三,对于立陶宛的立场,俄联邦国家杜马副主席古鲁廖夫将军也撂下了狠话。 如果对俄罗斯非地加里宁格勒的封锁引发世界大战,俄方第一个轰炸的就是英国首都伦敦。 不仅如此,古鲁廖夫还表示,俄罗斯还会切断西欧的电力供应,这使得因乌克兰问题导致的粮食危机雪上加霜,欧洲将面对既没有粮食,又没有电力的困境。 这也不免让人想起,局面继续恶化下去,真的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。 俄罗斯是想让局势向更加非常状态发展,从而占据战略的主动权。 之前我就指出,如不动了美元的蛋糕,这个世界要糟糕。 现在的局面证明了这个思想的前瞻性。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,已经动摇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,因此美国是不可能煽霸甘休。 肯定会努力地让俄罗斯陷入到和西方的消耗战争。 但俄罗斯却巧妙地借助,西方是世界常态化的既得利益者的这个现实。 让这个世界处于非常状态,因为俄罗斯在非常状态下的生存能力是超强的。 而美西方集团却相反。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,这场战争其实就是西方用他们的资源搞俄罗斯。 结果确实让这个世界处于非常状态,这反而让俄罗斯在局面上占佑,这对西方来说,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。 因此现在的俄罗斯就放眼,一旦出现世界大战的局面,俄罗斯第一个攻击的城市就是伦敦。 因为英国人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和美国一样,都用油罐车来灭火。 现在俄罗斯强打出头鸟,团结深受通胀危害的法德并分化西方。 这样就能让俄罗斯避免被西方击中资源攻击。 俄罗斯现在发表将出现三战的言论,其实也是告诫西方,我不怕和你们玩大。 因为在非常状态下,常态化的既得利益者是承受不了大损失的。 而且俄罗斯是一个大玩家,它有庞大的核武器,美国也动摇不了俄罗斯社会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俄罗斯要让世界处于非常状态是很容易的。 因为它可以通过俄乌战争实现这一点,反正它已经成为过河足子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 再说这个世界的发展规律就是利难差异。 俄罗斯借助这个规律,去把西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世界给砸烂,倒是最倒霉的就是西方。 因此俄罗斯其实就是用现实教育西方,让西方向俄罗斯妥协。 且现在西方和俄罗斯陷得越来越深,其实也就让美国难以腾出手,来对付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中国。 而普京认识到今日的局面,和当年毛主席抗美援朝一样,只要俄罗斯在欧洲能坚挺下去,则战略重心在亚太的美国,就必然会对它妥协。 现在看来普京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,但和当年中国抗美援朝不同的是,俄罗斯的这次军事行动,已经动摇美援的霸权地位,这就让这次事件趋于复杂。 而我们也要力挺普京,当俄罗斯和西方号在那里,则我们能充分地利用时间,去吸取俄乌战争的经验教训并不漏洞,加速发展,到时美国就无法动摇我们了。 现在的局势告诉我们,我们真的要感谢普京和拜登,而一直处于工业文明金字塔尖的欧洲人,也一再地处于利益争夺的台风眼,一战而战斗源于那里,真的有三战,哪也可能源自那里。 让乌克兰保持总理,这是停战的条件也是行动的目标之一。 可是乌克兰的总理,却并不完全由两国自己做主,也就是需要得到美欧和世界的工人,最关键的是乌克兰需要一份总理后的安全保障。 乌不可能只让俄来保证自己的安全。 欧洲早就透露出愿意为乌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,可美国人不愿意。 不管是停战谈判还是割地求和,都难以避开美国。 只要美国不支持这事就难以了结,特别是在泽连斯基还要打下去的情况之下。 反过来说,只要是美国介入谈判,那就一定会复杂多变。 就一定是一个难缠的过程。 因为美国是一定要主导这一进程的,也一定要优先体现美国利益的。 美欧恐怕都难以接受。 虚弱俄罗斯,控制欧洲,整合力量独霸世界,这是拜登拱火战争的初衷。 代理人战争无法实现的目标,就一定要在谈判中得到。 因此即使开始谈判,谈了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,也肯定是一个马拉松的过程。 同样是一种消耗的过程,还难以得到一个结果。